大家好,我是康林 欢迎来到梦幻模拟战 男生女生走开一看 好,这一期的散热术推荐英雄呢 就是我们的光辉队了 然后时空法则是周围两格时呢 有友军攻防提升20% 而既然是讲到光辉就是我们有免费的那里那里 那当然要用我们雷丁队了 当然要是你们没有雷丁的话 可以换成那个蓝帝巫师 好,右方呢比较好介绍就是用那里那里 还有我们的奥拉 或是里昂 只要可以跑长腿都OK 好,然后就用来两个波波 大波和小波来出debuff 左方呢就可以玩牺牲形式 就是利用女波波站在那个台上 出那个龙锥 然后现在可以断腿了 尤其是断艾玛丽卡的腿 要是艾玛丽卡的腿能够断成功的话呢 就能提高生存率了 不过要是女波波死的话也不怕 基本上他的作用已经 算是贡献给整个队了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靠他的底型debuff了 好,里可丽丝变身 我们不用3C进 因为3C只打得到蓝方太克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打到艾玛丽卡 还有其他的人物 好,打完了debuff好像没有断腿 那看来他要拜拜了 好,这里呢用nani nani 对了,所以他会护而引力了 然后打不死的话 我们就靠25呢 来用他的剑魂化的技能呢 来试试看把里安带走 或是打他打残血 因为卡米的练度呢稍微比较高 所以打赢敌人不是那么难的事 好,利可利斯死了 所以这里不管你的练度高还是低 只要被打两次,利可利斯一定过 好,然后现在在这里就用我们雷丁上来放3C了 基本上这里不能护卫的话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艾玛丽卡的天赋了 然后呃...就...糟糕了 不过不要紧,他的牺牲不是白费的 我们这里呢已经把艾玛丽卡打残血 而且他也断腿了 这里呢就发动地震 你可以选择地震或单点把艾玛丽卡杀死了 只要艾玛丽卡死了呢 甚至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好,然后这里呢就... 不管是梁还是225呢 就抛过来左边吧 啊,当然225要是... 你们没有换SP225的话呢 可是有他的技能 还是可以用那个枪225来过的 这里呢,MVP就是靠我们的整男人蓝迪巫斯 就是抗下所有的敌人 让他们GG哦 好了,我们这里就来看看人物的装备吧 好,首先是看我们的暗黑双波 暗黑灵之灵 哦耶 好,波波呢 基本上带专属 然后带鞋子 还有甚至就是提高他的魔防 然后女波波呢 是要提高智力 还有他的血量 最大就是给他高一点智力 造成多一点伤害 好,真男人呢 光辉的就是提高双方物方 魔防 还有血量 有没有带专属呢 都不要紧 但是当然带专属会好一些了 毕竟能够复活一次 然后就是我们的 第二个MVP NANI NANI 好,NANI NANI呢 可以带他的专属 或是带那个最后支服 然后甚至提高他的攻击和伤害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255 或是黎昂 就是要带他的专属武器了 然后可以放了一个载动技能 基本上是提高他的攻击就OK啦 好,我是卡米的 我们来到尾声的 记得关注点击我 我们4S5再见